今天就講一下教育的問題 因為加拿大的教育全部是Provincial Responsibility 即是省政府定的,與聯邦政府無關 所以每一個省的制度都有少少不同 那些由納瓦斯科學的 我就把連結放在一個Description那裡 我就不太過繼續講了 通常五歲入學 Grade Primary 不是Grade 1 Grade Primary 然後Grade 1,Grade 2 一直到Grade 6 Primary School 然後三年Junior High 三年Senior High 那學校去哪間呢 是看你住哪裏 全部是地區性的 我想說的 就不是說是住哪裏好 而因為有很多網友 一來問我就是 喂,這裏的學校排名是怎樣 那這裏是不是很講排名的 即是跟香港那些名校 香港人就喜歡著名牌 那什麼都明白 那要排名 我要第一、第二 才可以第二 都未必去 但是這裏就不是這樣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算讀到高一些班 尤其是Senior High 那因為是 group了很多的 其他Junior High 或者Primary School的人 那他有很多班 一個Senior High 那看一下你那個小孩子 是讀什麼 因為他可以自己選科 就不是說 香港人人要考試 一定要考多少科 那你一定要選多少科 那有些科 譬如數 或者英文 那一定要讀 但是很多其他人 是選科 還有選擇班 那有很多種的班 譬如就算數 那有些叫做Academic 那有些是IB Program 那有些是General Program 那看一下那個小孩子 以後想做什麼 如果是中國人來說 那有很多IB、Academic 一定要入大學 那實在這裏可以做事 或者是讀書的方法 Pathways 都很多 不是香港 那看一下 你小孩子喜歡讀什麼 這一個 如果你們想多問一些 就PM我 因為在這裏 如果我講這麼多 就很長的了 但我故意想說一件事 就是很多 在香港來到的新移民 就不是很習慣的 喂 沒有功課 為什麼沒有工作 回來不讀書 回來是玩 就算我問他學了什麼 他都說 很多東西是 像上課 一群人 就玩 為什麼又不抄書 又不做功課 那這個跟東方人 那這個跟東方人 不要只是說香港人 東方人的教育都很不同 那因為這裏學習的方法 就是 learn by experience 和 learn by environment 那不是說他們不學習 不是說他們沒有功課做 但他們所做的 是不同 那好像 我前個月 秋天落葉的時候 孫女來 叫我 喂 哎 我和你出去逛逛 要收拾些葉 因為為什麼呢 下了那些紅葉也好 黃葉也好 綠葉也好 要收拾 不知多少種葉 要 上課 就 被 全班人 我跟他們走一路逛逛一條街 在那裏執葉 執這個 Acoin那些果子 執把花掉下來 很多都死了 如果是 哇 香港的學校 哇 你可以在街上執垃圾 還要去學校 有什麼好學呢 那不是 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雖然我的孫女很小 第一 可以看到 这个叶里面是怎样 生物的东西 第二可以看到 Eccoin那些果实 是怎样 第三 学完这些 整整一块可以做美术 这样是学到东西 是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香港就什么东西都说 要看书 读书 考试 我就绝对不反对读书 因为我都教了几十年书 但是这样的做事 学书方式 是跟香港是很不同 那是不是没有做功课 不是 在那些业那里可以 做牢作也好 看一下那些业也好 都做到很多功课 香港所谓的教育 就是自己做功课 考试测验 那这里就很流行 group work 两个三个四个 一帮人有一个group 有些project要做 那不要说就是生物 譬如历史 那些文学 很多是group work 那不是全部 但是它是可以训练到一个人 怎样跟其他人沟通 每一个人负责的 responsibility 负责做些什么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你香港如果经常说要考会考 考试考试 跟其他人做group work 做project的机会就不是很大 那所以呢 有很多新的移民 如果这些小孩有来到读书 就算很聪明也好 就很不习惯的 那大家想一下才好 那是不是没有自己做功课呢 那不是 高年班都要有不少功课做的 那而且是做的功课 那样很多是要写paper 自己去做研究 自己去寻资料 那这个呢 是都很重要的 就是不是说先生讲完 你就坐在那里抄抄抄抄 抄抄 notes 那到考试的时候 就扭起来 那你说这里是不是没有考试啊 那不是 那都有的 那但是 deductible 比例就不是那麼多 很多是自己要寫paper做project來學的 還有這裡就很注重的presentation skill 你做了一些project 寫了一些paper 就怎樣在全班人面前去present 這個是經常中小學都會有的事 所以跟香港的學習的方式就很不同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這裡都很注重是有些實用東西的 很多時候那些小孩就要做些手工 或者是走去真是學一下怎樣做 鐵工、木工 香港很多的家長就覺得很怪 因為我的子女以後都不會怎樣做木工的 找不到食的 那這裡不是 這裡每個人都會 玩一下lave 做很多實習實用的工 還有 如果是講到大一點 有一些的網友就問 現在的移民計劃 說要給青年人 那我就 即是四、五十歲都不是年輕的 即是怎樣怎樣搞 或者說要找學生的 那我已經做了很久不是學生 四十幾歲 但是這裡的專上學院 就未必是真是年輕人、年輕人的 很多學生我教過 是第二、第三個career 有些呢 就四十幾、五十歲我都教過 我有 我初初 入行的時候很多學生是老過我 不出奇 那這個是很普遍的一回事 因為很多人真是從頭來過 不出奇 還有 Sam那裏都講過 那個guess說 是真是階級觀念 要扔掉 因為這裡是一來沒用 二來呢 就離譜 隨時 駕貨車那個 賺的人工 或者給人的尊重性呢 是比你的銀行經理還高 但是如果你的廁所是塞了的話 你是想真是要有個Physics的PhD來幫你製作呢 因為找一個真是可以做到的事的Prime 跟你製作呢 你想想你會給誰 還有你會靠誰 那時候 你想想 那我不是說 如果你的兒子女可以做醫生可以做律師就不是好事 當然是好事 但是不要看低其他的職業 也不要看低自己 那麼這個是 那麼這個是 這裡好出名的一個的ettitude 叫做lifelong learning 你活到老就學到老 真真正正正的學做一些可以做的事 那麼我來到這裡都學到不少的 那麼我在臨員之前呢 說一個 我自己真真正正正的生活經驗給你聽 那麼我剛剛開始教書的時候 那麼有一幫同事呢 就Christmas 就搞個Christmas party 這個很流行的 那麼去某一個同事的家 大家就說 喂我帶啤酒 你帶chips 你帶其他吃的東西 我帶汽水 那麼有一位同事呢 他是教carpentry的 起樓啊 鬥木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麼他就說 I'll bring music 我想 哇 喂你是不是真的這麼cheap 帶幾隻CD來 那麼就播一下算數 那麼好了 去到個party那裡 哇他有一輛大truck 就整隊band 哈哈 又Bandro 又結他 又Bass 又Drum 那樣拿了下來 那麼他就 整班人呢 就在那裡唱歌 唱幾個鐘頭 那個Band很厲害 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位同事呢 他在這裏 是東岸 一位好出名的 歌手 的弟弟來的 誰呢 現在的名字不說 如果你知道 Novascosia 有哪幾個 好出名 世界出名 的歌手 香港可能 未聽過 你可以想到 原來他唱歌 是很厲害的 很有標準 不得已 原來 他是未做 鬥木 未建屋 之前 未學這些東西 他有個 Master Degree 是History 但是 可能找不到工作 也好 什麼也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他就 有頭來過 學鬥木 學建屋 他現在就 教鬥木 他現在就退休了 我虎藏龍 你真是不知道 可以做到的事 或者他的學識 是多少 今天呢 就是講到這麼多了 拜拜 拜拜